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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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妹妹在2015年那一年 就... 我也不知道她也沒有生病 也沒有怎樣 就是能好好的 但是做工回來的時候 就稍微有提到說頭痛 就從完糧出來的時候 我姐姐看到她不大對勁 我姐姐當時就把她 扶在她的床那邊 就馬上叫了救護車 把她送到醫院 我妹妹就做完了手術 就在ICU住了8個月 後來就轉到了普通病房 她也時常就是陽電 有時她的燒不能控制到 她住了大概就4年的時間 今年50歲的陳立淵 在2015年突發腦溢血 手術後長期昏迷 生活無法自理 姐姐陳艾蘭說 突如其來的事故 讓全家人措手不及 我們家裡的人 就每個人都蠻擔心她 所以每個人就 努力的去照顧 4年過後 她的病情也穩定了 我們其實就是說 如果她OK了 我們是很想帶她回家 但就在醫療這方面 我們就不熟悉 所以我也不敢冒冒難的 就把她帶回去 我帶回去了 我不會照顧我要怎麼辦 兩年前 經社工介紹 陳艾蘭找到了 Nincontact的居家護理服務 利用醫療科技 為臥床病患提供居家護理的便利 這是Nincontact的儀器 醫生會在工作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小林的心跳 還有呼吸 因為我妹妹有一次她 吐醫生三更半夜 她也來到我家 就怕替我妹妹診斷 後來有一次也是發燒 心跳不規律 她的燒蠻久都沒有退 那一天醫生就蠻早的就過來 看完了就叫我們馬上收醫 有了Nincontact的幫助 利淵得以在病情惡化前 及時就醫 醫生每月都會上門看診一次 護士也會定期前來為利淵更換導師館 就Nincontact本身來講 在醫療方面就是幫到我很大 帶妹妹回來是沒有錯 今年61歲的黃書婉 擁有45年的護理經驗 2018年她開始與Nincontact合作 接觸了很多像利淵這樣的病患 我需要患者 身分配不足 身分配在病患者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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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Nikotec的标准 保证确实 目前Nikotec主要为长期卧床的病患 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也为术后处于康复阶段的重症患者提供方案 包括实施跟踪病情 上门护理 以及24小时专业咨询 有了先进的医疗科技 居家护理变得更可行 也让家属更安心 感谢观看